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除你意外 姊妹兄弟 你非虛擬 我們流連 連書 社交網絡穿梭 心裡卻渴望真正群體 能夠說真實話 以行動支援 著緊些 在一個很明媚的下夢 我和好朋友Lidia 坐在加州一個小廣場曬太陽 邊咬著巧克力 冰條 邊開懷唱譚 她說 記不記得那次中秋夜 你和我去維園 看見一個一個 家庭採草坪上面 圍滿蠟燭上月 場面很溫馨 她笑著閉著眼 說 之後我們還去吃湯圓 又有蛋撻 很好味 我笑著 吃雲天下的美食 她最難忘的 還是香港一些地道的小客 我們愉快地看著 年輕人玩滑板 小朋友追著野鴿子 我們很珍惜每一次的重聚 Lidia患癌症多年 我掛念她獨自居治 怎樣面對她種種的療程 以及所帶來生活上的不變 她說有這麼多人為她祈禱 有這麼多的愛已經很幸福了 講到愛心 為人祈禱 講得很容易 但真正面臨現場的時候 哪個人跟你一起去打呢 我還是思量 如果她的病情變壞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呢 那個情況真的出現了 不過同時我又意外收到一封電郵 發信的弟兄 我早就已經聽過她的名字 但是還未認識她 她招聚了Lidia的各方好朋友 參與一個群組的電郵 當年還未有Facebook 大家在這個電郵上結連 互通Lidia最新的消息 大家為她祈禱回應她的需要 這位弟兄還來出一個時間表 協調遠方的好朋友 來輪流去照顧Lidia 而她和她的太太 就負責在當地接待 並且統籌大家的分工合作 我當期排得比較厚 考慮到這些後期的病情 很可能需要護理 需要我的幫助 不過當時遇上SARS的疫症 左營 要成功都不是很容易 終於拿到機票了 我就打電話給她 你馬上來了 你喜歡吃什麼 讓我煮給你吃吧 她說 你能夠來到就好了 誰知道當晚 她就被送到急靜室 我抵達的時候 竟然去參加她的喪惡 我難免感到失落為憾 只是想到 我這位好朋友 真的想到什麼是愛 就算在她最後幾個月 有各方的朋友 像劫力賽般輪流服侍她 又有人為她禁食祈禱 有些是親臨她的生活 無論在遠是近 大家都團結 和她共患難 因著她的病 竟然都凝聚了一班人 我們彼此的勉勵支援 成就了網上 和網外的一個小小真實群體 這年間 我們的社會 充實著指責 緣麻 機械化的趨勢 越見嚴重 我更加珍惜 真正的 有血有肉的群體 也唯有在實踐守望相扶 在這個過程裡 神的愛得以在我們中間彰顯 經歷過上主的能在 我們就能夠 安然 無懼風浪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